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布消息说 云南某学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 2016年间联络境外组织 策划游境外购买武器 并由国内招募敢死队 密谋暴力颠覆国家政权 但该案在策划阶段的时候 国安将所有涉案人员拘捕 文章宣称 长期以来 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 妄图颠覆中共领导和中共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国安部并未说明这位退休干部的具体情况 以及如何颠覆国家政权 但六四学运领袖 目前新居海外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恨推特透露 这位退休干部名叫子叔 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下台 1955年出身的子叔 1983年由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 曾任教于云南省委党校 期间有两年挂职任副院长 他2014年退休之后积极参与民间维权活动 同时在网络上以大胆的言论著称 2016年10月 他被成都国家安全局带走 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聚营区 后来获得保释回到家 2017年4月 只缩发出公开信 呼吁中共公开民主席选总书记 并个人推举以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参选 随后他再次被带走 被收监之后遭到正式逮捕 起诉 当局在2019年判处他四年有期徒刑 有人表示 这位退休干部有魄力 在现代的陈胜吻广 也有人质疑国安部 将一宗2016年破获的案件重新拿出来炒烂饭 意图到底是什么 中国问题专家黄克认为 这样显示习近平执政第四年 在中共党内人士就开始着手反对习近平 而且要组织敢死队 做暴力反抗 显示出中国政局非常诡异 黄克说 2016年都有人想把习近平推翻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比起2016年恶劣很多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更加多的人 渴望推翻习近平呢 而习当局居然 国安部居然将这个案例这样推出来 其实非常耐人尋味 那么是不是国安系统内部 某些人都在对习搞低级红高级黑呢 所以无论官方上如何解释这个案例 但实际上这个案例的公布 它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刺激和兴奋 它在客观上可能促使更多的人 起身反对习近平 这个案件现在再次被公布出来 外界猜测中共背后真正的目的 周峰所认为 现在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以上 他们都不敢公布了 中共一向都是以这种四面树敌 内外树敌 数了敌人来去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将很多的问题轨结去到爱来势力 或者是所谓的间谍等等 好像无的时候 鼓励民众互相揭发 检举 目前中国民间对当局 普遍有不满情绪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局树立所谓敌人 搞不定就会成为大家访效的对象 产生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 周峰所说 民怨沸腾这种时候 其实可以起到一个为人指路的作用 就好像干柴烈火 就缺角沉盛而广了 它指出这样一个榜样 我觉得民众会有样学样 见年施齐 这种的可能性都很大 中共为保北京和鸿安 在河北多处舍红 8月16日 网上传出保定出台的救助政策 显示出保详标准非常低 民众大闹中共无人性 据该政策的规定 紧急部门在所谓的紧急期 为受载人员提供每人每日30元人民币的生活保助 最多提供15日 按照每位遇难人员不低于2万元标准的保助期家属 每户房屋保押只得4万元 即是说交流淋了最多都只是赔偿4万 此外 每户室内财产保押最多5千 参保地区人员死亡的每人补偿5万 保定市的救助政策传出之后 印尼民间的闹声一片 给钱打发乞丝 一条人命才2万 台上的畜生 地狱都容不下你们的恶 2万元现在应该可以买一只牢了吧 就这些钱怎样生活呢 我记得给黑人留学生在一年10万元和一个叛毒 还有网民反讽 可以付钱就不错了 还想和党讲价做什么 有网友认为 中共各级官员在执行民生政策方面 向来都是层层打折扣 保定当局规定的补偿虽然很低 但最后是否可以按照标准执行都是个未知数 日前有很多河北灾民 在一只评估团入村的影片下面留言 抱完官方所谓的补偿 呼显了事 前几日有间屋裂了 只赔了200元 1万元的冷气赔你800 我们村都来评估团了 你若不算那若不算那 很多东西都不算 不知道在那评估些什么 还有当地的灾民在网络上抱怨 自己所在的村庄价浸水绝收 每晚我们才赔偿9元 很多的网民感叹 对于很多还活着的灾民来说 洪水退了 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71岁的河北灾民在影片当中说 我每日每日得到银钉赚钱 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 到现在存了这几万元 将家庭好了 结果这场大雨 大水将家庭浸了 我这一生 家庭就回不了去了 这样叫我们这些老百姓 怎么生活啊 吉林书兰的灾民说 不要指望说哪个可以管我们 给你的补贴 半路都会被人截户 14号 一段官方舍红时后 切断杜州通讯的影片 成为了当局草坚人命的 有一个真实案例 何不杜州遇难者 张军的爸爸张永忠说 切红的一叔 手机都没有讯号 救援队来不了 没办法啊 张军的妈妈表示 当时的洪水都到了很高的地方了 张军躺在床上面 被水浸死了 还有河北的灾民说 我们那边那条村 有两个老人家才救我出来 因为家里没有了 崩溃了 两个人救出来之后 由这个井上面就跳了下去了 跳下去 两个人都死了 时至今日 中共仍然延密封控消息 有杜州市民展转告知 NTT TV 当地每个路口都有警车 封到灾民 不允许上访 据民间估算 今次的洪水 正在河北洩洪 就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 黑龙缸和吉林的情况 都不用乐观 中共政府 中央有洪生华社等的官媒报道 8月16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北京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 李强在会议当中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和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但李强就并未提及实质执行内容 都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方案 今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听上来更加像是李强宣誓 效忠习近平的表中大会 今次在北京当局不再统计青年失业率数据 央行无预警降息之后 再次针对振兴经济而召开的会议 但期间李强除了强调习近平上次经济会议的精神之外 并没有宣布任何实际的执行政策 李强似乎忘记了国务院是应该制定相关政策的部门 只顾着全力表中 或者他根本都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今次全体会议值得注意的是 上个月避免去了外交部部长 但仍然保留国务委员身份的秦刚依然缺席 处于失踪的状态 今届国务院至今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 第一次是在今年3月17号 当时李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刚刚升任为国务委员的秦刚 就坐在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的身边 但四个月之后的7月25号 秦刚外交部长职务被免除 成为了中共史上任期最短的外长